國內最致力於推廣運動的城市之一 桃園市規劃推出一百零六年 桃園運動卡計畫 補助二十三歲以上的一般民眾 使用特約運動場館 由市長鄭文燦親自現身推廣 希望能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我想讓我們的市民喜歡運動 熱愛運動 這是我們政策的目標 那我們桃園其實在運動場館方面 在大幅的充實 三個體育園區 七個運動中心 還有各式各樣的場館 我們都在加強 我是希望我們能夠讓運動成 我們桃園市的重要特色 桃園運動卡計畫 至今已經邁入第三年 去年有超過一萬人次參與 今年市政府也持續編列預算 除了二十三歲以上的一般民眾 有半額補助以外 身心障礙者和六十五歲以上的民法族 更是全額補助 希望藉由這樣的計畫推動 讓民眾積極參與 輕鬆體驗運動的樂趣 大家請收看采訪報道